香港時間早上九點半左右 這一節講金融 如果英國的觀眾剛剛起床看 如果不是看直播 我提醒你今天英國多個地方的地區選舉 地得翁的投票 BNO是有權力投票 不要聽熱狗說不投票 也小心一些親中候選人 小心一些熱狗 熱狗說的話就捉他真身出來是對的 但這一集對香港的時段 大部份的觀眾 這件事我覺得有點得人害怕 大家都知道現在 歐美對俄司的制裁越來越压 歐盟就應該很大機會 連俄司最大的銀行都會 儲蓄銀行都會剪掉它的櫃 換言之 俄司差不多剩下國營天然氣公司旗下的銀行 因為櫃還是運作的 因為那個方便 我猜還有些數要找 順便找到它 但其餘銀行那些應該全部剪掉 這件事基本上銀員都用不到 但現在有一個金管局 有一個 在研究一個備案的問題 我覺得挺可怕的 香港是玩不起這件事的 如果金管局是有這個準備的話 我想是不是白卡屏幫我幫到底 還是做一些很瘋的事 令到西方一定要全面用 連香港的櫃都剪掉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很多人 金管局有報導說 現在研究如果萬一剪掉櫃 香港可以怎麼辦 我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說 如果香港剪掉櫃的話 只有兩個英文字 叫Game Over 我為什麼直接說Game Over 你要明白香港的經濟結構 跟俄國不同 俄國剪掉櫃 當然它也能死 它也能死九成 俄國就算死九成也好 基本上俄國 都不至於基本民心物資癱瘓 因為有幾毛櫃而已 你俄國自己有農業 自己有石油的 有自己的石油工業 銀軟沒有問題 吃糧食沒有問題 當然工業生產 其他那些就很虛 你的生活很悲慘 你會不會死人就不會死人 生活極悲慘 生活質素很差 以及你的戰爭機器完全發動不了 因為你連正常東西都買不到 因為你全世界是分工合作的 你不會做完所有的事情 你不可能 生活很慘 經濟和生活的水準的下降金很快 但是餓死不會在俄國的情況 因為它仍然有自己的石油 仍然有自己的糧食 只不過你想吃多東西就不能吃 或者你吃來吃去的那些東西 你可能吃來吃去的那幾款東西 這個就是最好 這個就是它的結果 但是香港沒有水準 基本上是整個經濟崩潰的 為什麼整個經濟崩潰 因為第一 香港是沒有自主工業 香港沒有自主工業 香港大部份的收入外洋 例如海外 例如美國和美國的經貿 例如說 我去中國 就問你中國 你補得多少呢 就是唐水菌 唐魚而已 你跟中國被人剪掉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後歸陽 所以其實你最後的結果 你說中國剪掉 如果真的在香港剪掉 香港的貨幣基礎是美元 還要是香港大部份的外匯儲備 他說儲了在西方國家 其實我想金管國可能言下之意 是不是想將香港的外匯儲備 傳在中國 有可能有這個言下之意 那就糟了 傳在中國就玩完了 你不要玩了 這件事一直以為大家最大的擔心就是 香港將大部份外匯儲備傳在中國 但是不是的 現在暫時要按照金管國的資料 就是香港的美元儲備是儲在美國的 那如果由美國剪掉 然後放在中國人民銀行 那你知中國是一個光光國家 那沒有香港的外匯儲備 香港的美元儲備玩完了 這件事太瘋喪了吧 基本上如果香港沒有外匯儲備 這個匯儲備 你說避案就是留在中國那樣死 玩完了 然後你想想香港怎麼買東西 沒有外匯儲備 我們有什麼可以抗爭 抗爭的毛 因為金融中心很多人要依靠銀行 或者隔離的行業 賣食的一夜玩完 所以外資銀行馬上離開 一定直接離開 不用談 你想想香港跟破產沒有分別 香港斷雪就是 所以你說香港斷雪有沒有選擇的方法 不會有選擇的方法 對於香港來說 香港斷雪是核彈 你跟丟原子彈在香港上空沒有分別 只不過是丟原子彈在香港上空 就是身體而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你斷雪的話 香港經濟完全完蛋 聯繫會那些沒有 你還說有沒有退代方法 沒有 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金融交易都是靠Suite的 跨國 然後是國際匯款 當然沒有歐洲這麼誇張 歐洲什麼賊都是Suite 歐洲所有的轉帳都是國際轉帳 歐洲是瘋了這個地步 怎麼會歐洲銀行號碼這麼長藝 有IBAN 但是有原因是因為歐洲的歐元區 本來就是國際轉帳等於 就是國際轉帳 歐元區裡面的國際轉帳等於本地轉帳 因為它是單一貨幣區 單一貨幣區的環境 所以為甚麼Suite對歐盟來說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原因 你後面的 你要將一筆錢過數的後面的資源是Suite 是一個訊息系統 現在它做得很快 所以是自動化 以前這檔不是自動化 總之大部份Consumer Grade的交易 即是自動化的 你是屬於Mistice Grade 例如2000歐元或以上的交易 仍然會是人手操作 但是2000歐元或以下的通常都是自動化 都是自動化的 因為電話系統 如果總之你不是被人重複的話 就通過了 所以歐洲現在轉帳很過癮 現在我告訴你 你德國有一筆錢 你過去的合陶宛 兩秒 六秒 六秒甚麼都完 總之你跟Bank Support 都可以 雙方的Bank Support Instant Transfer 德國的錢過西班牙 德國的錢過哪裡 全部即時 甚至如果你懂得用那些 即是你英國有WISE那些 你歐洲過錢去英國 我每天都要做的差不多 歐洲過錢去英國 Instant 你說費用高不高 不高 我想幾元 幾元歐元就行了 幾元歐元 最多 那天是找換費 會的差價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大哥 你沒有街址在香港 你幹甚麼 吃西部風 所以這是金融核彈 香港所有人玩完 所有經濟玩完 所以你不應該想有甚麼備案 你要防止這件事發生 而不是想這件事發生 用甚麼來取代方案 沒有取代方案 沒有可行取代方案 因為香港的經濟的特質問題 香港的外向人經濟 香港是靠吃四方法 其實習近平這種白卡表現 以致 我直接可以說 習近平是破壞香港 香港的藍絲還不明白 還覺得習近平好 你已經瘋狂了 但你知不知道香港是靠甚麼吃飯 香港是港口來的 但我做金融服務 你不靠美國 靠誰 靠你中國 背靠祖國 從來沒有這件事 從來都是背靠美國 香港 我可以很坦白地說 香港從來都是背靠美國 沒有美國 你幫人吃四方法 如果香港再有人反美 我心想 你吃甚麼大的 你吃屎帶還是吃飯帶 你告訴我 我想問 如果沒有美國的經濟支持 香港是吃甚麼大的 這個答案很坦白的 所以不會有備案 這件事 香港唯一可以做 就是避免美國斷說 但如果避免美國斷說 第一 中國不可以幫俄國 俄烏戰爭一定要站在美國那邊 第二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和香港自治法要求的東西 就是給香港一個公平的選舉 給香港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取消國安法的東西 全部要做完 你不做這件事 美國也會斷說 這就是結果 你這樣一下李家超現在做了一些行為 我告訴你 現在林鄭月娥就離陰 美國就看了李家超怎樣 如果李家超一開始做的行為極過分 不用說 一開始就跟他斷下 說多都浪費氣 你以後這麼爭議 我就有一點點寄望 李家超不會有寄望 你不交投名錯 拜拜 現在我看到有一點 就是金管局有預案 或是斷輸的話 要不就想要走香港人的錢 要不習近平已經瘋狂 做了一些事不顧香港的利益 如果是這樣說 當北京不見得顧你的利益 你只能自己顧自己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 我中了金管局 這個世界 你不能夠靠北京那群自私鬼 去保護你的利益 要保護你的利益 你保護利益 你一定是靠你自己 你不可以靠北京那群契徒 你靠北京那群契徒 你死了 你死了 當習近平去到不顧國外利益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認為 習近平一定會勸得聽 我從來都不認為 我說什麼 中國警察人說 國家好一點 不要玩了 當你普京和習近平示範 就是這個世界人 包括百卡統治的時候 就是天下大亂 我已經很不幸 就是這些獨裁國家 是會被北京去統領政府的 你說是悲劇 是很災難 現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 你面對香港斷路的情況 你可以怎樣做 你要避免 你隨時阻止不了這件事發生 你怎樣呢 首先一件事 你的財產 現在這一刻 你就要搬去外國 你搬不去外國有什麼好做 就是唐安平 大量的草積糧食 草積罐頭想辦法 總之不要讓黑警發現你的家裡有大量的罐頭 或者你的隔壁雲舍 因為你共產黨知道 一餓的時候就搶 還有你看到上海、北京這樣的情況 上海都可以怎樣 餓到外國人都可以餓死 你知道或者病 你只能夠就是 草積藥物 草積藥物 譬如你跟醫生說 這樣你隨時會出事 草積藥物 因為藥物的有效期要有兩三年走斬 他們說 他們說可不可以儲方多一點 如果一場是吃開 幾年都是吃開那一隻 你可不可以儲方多一點給我 至少有什麼事 怎樣 有東西渣 可能是這樣 如果你要避免這種情況 有什麼好做呢 如果你可以離開那些 或者你可以把這些錢搬到外國 那現在就把這些錢搬到外國 你明知道他是瘋的 但是你明知道他是這樣的時候 你要知道 金管局做了這樣的安排的時候 提醒一下 這些錢很容易離開 這些事情真的會發生 你幫我貼上線 如果你沒有辦法離開 我明白 我明白大家有些人家裡的理由 或者有很多理由 你走不了 或者有很多法理的理由 無論如何 儲罐頭 儲罐頭 儲藥物 你長期病患的 你一定要跟醫生說 可不可以開到外國的藥單給我 你供入醫院就難一點 但如果是私家醫生 你問你跟私家醫生說 如果你不方便可以開 你開一張藥單給我 我問藥劑師 我家裡至少要儲了一年藥物 放在這裡 但私宵有備和話 如果是長期病 如果不是長期病 至少就是基本藥物 最基本的那些 有可能是大概一年到半年貨 沒問題 你遇到那樣的 你遇到那樣的 你至少這件事 要不然你怎樣教 你斷雪的話 經濟活動會崩潰 有港幣也沒用 我介紹你又是怎樣 我住的外匯 周圍走 我告訴你 通常這些去到斷雪 封城 空壯 你現在加息加到這樣 都知道什麼事 戰爭 什麼古靈精怪的事 你幾件事 你家裡的保安 你怎麼這麼清楚 譬如你那些貴重物品 你怎麼放在這裡 因為整個實有賊 實有賊 爆洩又很強度 又好 你想想你怎樣把你的錢 妥善外匯 妥善儲存 還有你不知道那些黑經會不會 或者政府要做什麼緊急套司 要你把你的手上外匯交出來 你不知道 這些共產主義國家 你怎麼這麼瘋狂的事 你怎麼知道 你永遠都不知道 所以你當然有得走就可以走 有得走就走 有得走人就走人 你走不了那些 你怎麼做 你長期的藥物 要做好安排 你不要等 銀縣就難一點 銀縣難搞一點 銀縣就 香港 因為香港是以大瓦核電廠 大瓦核電廠都仍然 因為中國是夠核燃料的 但是你說煤那些 即是用港燈那些 就難搞一點 因為煤你不會儲 因為煤不知道要儲多少 你不知道有多少火 油、煤那些 所以你要遇到沒有電的問題 你要遇到的 你沒有得不遇到的 因為你沒有說過 香港可以很悲慘 你身家可以一夜清零 真的 他跟你跟你荷包清零 你神經病 金管有些這樣的避暗的司機 有些人說他只有一萬萬一 不好意思 沒有這些東西的 香港沒有這個條件 香港是要承受這件事的 香港 如果你說要搞什麼 Street替代品 你只有一個多 你除了被制裁 還有中國要割韭菜 香港經濟所關 你聽到這些東西 你都怎樣 你都腳軟 所以你問我 當然你說YouTube 有一個MIRROR 討論的那些 我已經很滿意了 告訴你 我有質疑YouTube 為何你這樣做 我有質疑 究竟那個攻擊MIRROR 行動後面是不是有東西的 我不知道 我很有懷疑 因為這些在Facebook 談到這麼慶慶合合的事情 YouTube壓迷 我覺得YouTube是有鬼的 後面的 不會說 但另一方面就是 老實說 你說說MIRROR 我仍然說這件事 這件公眾利益 為何這件事 我這個時候說得很簡單 我想大部份香港觀眾知道 因為在西方的觀眾 大部份 沒有東西的 遲早買 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的草陽的心態 和你草陽的心態不同 我們現在的草陽的心態 就是現在早買 減價的時候買多一點 就怎樣 是一種理財手段 因為你通脹預期的時候 有些可以長期儲存食物 你提早買的話 你變成怎樣 你之後 這是一個抵禦通脹的手段 你以前反映了貶值 我這些變成實物 這就變成日後 之後的開支 如果你有通脹預期的時候 這是控制你之後開支的手段 令到你之後的開支 即是你現在有錢剩 我買多點糧食 放在家裡保存 那我之後 譬如有什麼通脹 因為蠶食 我的收入的時候 我受的 suffer的影響就減低 這個就是一個理論 但是 香港這個情況不是這個 香港這個情況就是你要預 一斷雪之後經濟大崩潰 那些什麼世界 老實說 我跟你說 草糧那些 我也是一個短期 你不會儲存的 你一個這樣的處境 你怎樣生存 你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 你斷雪 一定很嚴重的 這個世界 你計時怎樣生存 你怎麼知道 這個就是我有責任提醒大家 就是這些事情 我不是嚇你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政府是瘋的 你明知道瘋 就不如與其鴻殼骨 也不如 未雨仇謀 其實就是未雨仇謀的 不過現在這場的 不知道是暴風雨 龍捲風 地震等等 我不知道 我那些意水不平衡的人 都對這些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敏感 我現在就是很敏感 我發現 這樣不行 你這樣想下一步怎麼做 這個很重要 你想到下一步怎麼做 你這樣想 可以怎樣去應付 這個局面 當前的局面 有些風花雪耳的事情 說得太多 我沒有意思 因為現在不是這個時候 有時 這個就是 我是一個亂世的人 我是印尼排華受害者 所以我這些的觸覺就比較靈敏 我對這些災難的觸覺比較靈敏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早點準備 你看上海這樣的情況 你一定要瘋了 至於藍絲就不用跟他們相對 他們是值得抵食這個社會主義鐵拳 社會主義鐵拳 什麼時候都為他們而準備 這群藍絲 十個有九個 不是投機分子 就是怎樣 誰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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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到這裡 另一節就 香港時間 若莫中午左右